現在很流行,市長幹到一半不要幹 明年總統選舉完了之後,你就上去幹行政院長 現在很流行,大家都反正選前都說,我絕對把他幹完 不管是國民黨,明年都一樣 但是每當選舉的時候,大家要拉屁股拍一拍 不好意思,我真的是很不想去,但是沒辦法 因為總統,國家需要我,講幹話,然後他又拋棄了這個市長 然後他上去當行政院長,或是當什麼城局市長,或是當什麼發言人,或是當什麼其他媽 然後把原地放在那邊,那你如何去看待,你如何去保證你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這次選舉是一碗牛肉飯,加上一瓶礦泉水 我講得很清楚,一瓶礦泉水的選餐 在這種狀態之下,綠大一藍,而且已經在野二三十年了 能夠選贏,各位市長,想想看高中市民對我有多大期待 真的,有多大期待 如果我做的不好,我貪污歪勾,做了一半,這個六字大吉,酸 我怎麼對得起雄文權 我對啦,我去講出例如啦,六字大吉 還選,我看他媽的,不用選了啦 他媽的,民進黨把這一段拿來做廣告就好了啦 摔,我怎麼對得起雄文權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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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